晒晒我家的中秋团圆饭 意想不到 中国女排最新消息 蔡斌回应质疑 球迷幻想破灭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自从郎平退休后 蔡斌重新出山 成为中国女排的新掌门 可是 自从蔡斌上任的第一天开始 球迷对其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 那么 为什么蔡斌要顶着压力接班郎平呢 她本人回应 是因为同行的利剑 不过笔者认为 蔡斌大概率是体育总局 和排管中心集体讨论决定的 因为中国女排这一集体影响太大 所以比较慎重 蔡斌的固执 对年轻球员的锻炼不利 吴孟杰应该多上场 她就是下个李盈盈的缩影 还有许多年轻的球员 需要大力培养挖掘 保持活力 女排才能长胜不衰 这次亚运会 蔡斌带领中国女排夺冠 很正常吧 不要吹得那么高调 更不要说人家如何 经济体育 谁都有输有赢 领导 教练 队员 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蔡斌有实力 也有野心 想把队伍带好 但是毕竟不像郎平 有那么多世界大赛的经验 所以很容易在比赛上 被别人抓住漏洞 再加上 太想证明 自己能够培养出一个顶尖球员 所以当这个球员没有状态 他又舍不得不用 就导致越来越不好了 蔡斌要专心地做好 自己该做的事情 正确面对输赢 远离利益 才能问心无愧地面对国人 蔡斌这个主教练不合格 为了成绩不心痛球员的伤病 李盈盈在严重受伤下 坚持下来打比赛 其实在与较弱球队打比赛时 蔡斌完全可以让主力球员休息的 得不得亚运冠军 与奥运资格没关系 能不能取得奥运资格 目前只有积分排名一条路 记得当时女排东京失利 国内球迷怨声载道 群情激愤 没有哪个教练敢出来接受 明年试联赛后 积分排名亚洲第一 就可参加奥运 如果积分不是亚洲第一 就要看在 没取得参赛资格的队伍中 积分能否排前三 所以蔡斌觉得 如果在亚运会再拿不到金牌 蔡斌的奥运会预选赛 第一时间取得入场券 和亚运会的目标 就会没办法交代 所以不会锻炼年轻球员 主力队员有伤 也必须坚持 如此下去 就是能参加奥运会 取得好成绩也难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